市長我們看這次的評比 觀光修行分數第一名非常的高 是不是跟我們演唱會經濟有關係 我們是希望說高雄從硬實力 逐步能夠轉化成軟實力 那其實一般大家都以為 演唱會是場地的問題 不是 其實歌迷才是最核心的 所以不僅說天團要服務好 其實歌迷的服務要到的 所以我們從他到高雄 我們進行大數據的分析 那怎麼樣提供他們的 最完整的一個服務 這個可能 這個其實是天團最關鍵的 因為這個很多人都以為場地就是 就是問題 那第二個當然是永續 因為有一些天團在CUP26的 這個宣言裡面都有倡議 要用綠電 或者是減少競爭的碳排 像CORPLAY他們就會選場地 但我們是全球應該在綜合的體育館裡面 大概排名應該是前幾名的 這個綠能的一個綜合運動場 這個是我們的優勢 那第三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必須提供非常完整的這個服務 譬如說智慧交通 以前五月天來擅長 四萬五千人到五萬人大概要兩個小時 我們同步有一次 我們同步有一次 五月天四萬五千人到五萬 阿妹大概兩萬 大港開艦三點五萬 加起來十萬人 我們在一個小時內我們就輸上了 這個背後都是要有一個非常強大的一個 這個智慧交通管理系統 來協助我們在整個這些載具也好 或者是在整個人員的一個疏散 能夠做好準備 所以這個場地這個部分之外 高雄市當然extra要增加 那當然南部就要比較認真 比較認分比較打拼 所以我們是活動市長親自指揮 演唱會結束我才離開 所以天團都知道說 我們要找誰 誰能夠解決問題 他們都非常清楚 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 已經運作非常久的一個SOP在做